港宗正一到五任 很多大陸來的同胞啊 他五任啊 五任一天就強人政治嘛 好像沒有人可以期待 他就當了五任 第一任、第二任、第三、第四、第五 所以很多人笑話啊 各位有時間可以看 什麼趙立連啊 吳三連啊 這個是他的故事啊 然後他 在大陸啊 我想我們這個博士館啊 很多大陸的寫者 因為我們很多民國的資料 讓他們來讀 那他們研讀以後 有一位教授啊 就曾經提到 說老蔣啊 在中國大陸 他是從鬼 因為都被打成鬼 變成人啊 現在是被人看待 他很多人肯定他的這些 當時的對中國的貢獻 然後沒有想到啊 我們今天呢 在台灣地區啊 他的地位啊 一直往下掉 最早好像是神嘛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哇 把他當成神一樣 後來慢慢當人 現在被當鬼看了 什麼好像可以 他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的後人啊 在政壇輪替的時候 怕說有一些閃失 就把他 重要的東西把他帶到國外去 所以我們今天啊 揚獎的日記 是我們博士館 現在在爭取 能夠從國外把它再拿回來 能夠公開給大家來看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那另外各位可能這個應該認識吧 原家幹 因為大陸過來的人比較不清楚 其實原家幹先生啊 在大陸的時候 是不是很有名的 應該叫做名不見心傳 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地方上的 負責財政的一個處長人 他並不是很重要的人路 他沒有想到到台灣來以後 他真的就是 對台灣的幫助就非常的大 而且他跟我們這棟建築物 有非常重要的聯繫 各位你想想看 我們日記應該算是把 應該算是看了這裡以後 接收台灣 原家幹先生就是負責來接收 我們這一棟建築物 所以各位你在建築的展間 你們可以看到 坐在大門口 最中間就是他 所以他跟我們非常的 有一點真的 這歷史上奇怪 非常有研究 然後他的孩子 當他過世以後啊 他的孩子 把他所有的公務 公職 這個生涯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都整理以後 就交給國司法 民國八十幾年 那時候還沒有 沒有這一套規定的時候 他已經通通交出來 所以館裡面的收集 也會到完整的 總統 不同的這些文錄裡面 他算是非常完整 那各位在觀看 對 都沒有 對 你